年仅19岁的他,竟然成功地诈骗了平房球世界冠军张一宁,王立勤等人320万,而当时是2006年,在06年的时候,320万的购买力绝对不低于现在的3000万,而他铤而走险去诈骗的唯一原因,就是要给自己的男朋友买保时捷跑车。 那这个长相甜美,青春亮临的女孩子呢,叫做张孝,张孝呢当年是19岁,他呢出生于一个北京的浦东家庭,但是呢他由于继承了父母的良好基因,那长得呀身材高挑面容娇好,从小那就是同学中的大美人,而在初中之后呢他又不上学了,被一家星探公司给发现了,然后呢签约成了一个平面模特,在当上模特之后呢, 他就过早的接触社会了,也就经常出入于这种高端的场所,慢慢的这个消费呢也就变得越来越高的,而刚开始当模特的时候呢也的确不错,挣了几万块钱,但是呢由于经常和朋友一起去酒吧一起逛街,买些昂贵的衣服昂贵的包,这几万块钱很快就花完了,但后续呢他又没接到什么活,大家都知道啊,这由减入奢益,由奢入减难,当孝呢就发愁的,我这上哪弄点钱去啊,思来想去呢,这姑娘呢, 人家头脑啊非常聪明,她决定先从身边的有钱人下手,而她的身边呢,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,那这个亲戚呢,是她的姨父叫做赵国,赵国这个人呢,在两千年初的时候,身价已经有大几千万了, 那张笑呢就编了一个理由,她忽悠着赵国了,说,姨父,哎,我告诉你好消息啊,我不是当那个平面模特的吗,最近呢,我被一个开发商呢给选中了,成为他们楼盘的代言人了,现在我和那个开发商啊特别的熟,我可以通过渠道啊,买一些低下的房子,你有没有兴趣啊,那她说的这个小区呢,她姨父也知道,哎,然后呢楼盘也非常不错, 姨父呢就挺高兴,说了,哎哟,肖小那挺好啊,哎,那你给我弄一套,她的姨父呢财大气粟,直接呢,给这个张笑啊,打了一百一十万,而收到这个钱之后呢,张笑是高兴坏了啊,什么啊,代言人呢,这都是她编的嘛,哎,拿到钱之后呢,她就继续自的高消费啊,经常出入于酒吧这种场所,那有一天呢,在酒吧里边,她认识了一个帅哥,这个帅哥呢,叫做杨帅,杨帅呢,是在乒乓球队里边当陪练的, 那杨帅呢,很对得起她的名字,长得非常的帅,两个人呢,一来而去啊,就谈了男女朋友,而在这个谈恋爱的期间呢,这张笑呢,由于刚得到巨款吧,那各种的高消费呢,都是她来买单,杨帅呢,非常高兴,觉得自己找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,但是好景不长啊,没过一个月,有一天呢,张笑的姨父给她打电话,就问呢,那房到底怎么样了呀,哎,张笑这个电话里边支支吾的,就说了,没事姨父,你放心吧,这事正办着呢,啊,马上就好了,那打电话的过程呢, 杨帅就听见了,就问到底怎么回事,然后张笑呢,他特别虚荣,他又撒了个谎子说了,哎呀,那个,我说二告诉你吧,啊,我们家呢,是做房地上开发的,然后我这心机呢,都想要套房吗,想让我呀,给她的七折的优惠,所以才打电话求我呢,如果你有朋友想买房的话,也可以借手过来,我可以按市场价的七折,卖给他们,杨帅一听,非常高兴啊, 行吧,想了,我这是钓了一条大雨呀,啊,随即他说的什么呀,啊,弟弟,笑笑啊,我呢,其实一直有两个梦想,但是呢,我感觉我这辈子只能实现一个,那张笑就问他了,两个梦想,那你说说我听听,哎,那杨帅就说了,嗯,对,我第一个梦想啊, 就是,就是想娶你为妻,然后和你度过这幸福的一生,张笑一听的高兴坏了,感动坏了,哎呀,你真会说,哎,你第二个梦想是什么呀,哎,梦想说不说的吧,也没用,哎,你说你说呀,我的第二个梦想,就是,如果这辈子,我能开上一辆保时捷的跑车,然后带着你环游世界,那真是太幸福了, 这一听,那张笑又感动了,啊,他没想说是车不车的事,他就觉得,杨帅你太会了呀,你,你说的我的心坎里边都开了花儿了,哎,他竟然呢,给杨帅答应了,说,没事,宝贝,我给你买,杨帅一听,我的天哪,直接就人生巅峰的吧,我就不用奋斗了吗,杨帅要赶紧成路了,说,晓晓,你等我两年,过两年之后,我一定娶了你,啊,这两个人呢,没羞没躁的,还说了一堆那种感动的话, 那,有一次呢,杨帅呀,带着张笑去他们那个训练基地了,哎,去那玩的时候呢,这张笑就发现了,原来这是杨帅也不简单,啊,他能接触到的,都是那些世界冠军,啊,平房球世界冠军,比如张艺宁啊,王立琴,这些大咖,而这张笑还把给男朋友的承诺呢,当真了,啊, 他心里边就想给这男朋友买保时捷,此时呢,他就想了,哎呦,我当时,从我姨父那儿轻轻松松的就骗了一百多万,不行的话,我让杨帅联系联系他的队友,这些世界冠军呢,有的是钱呀,哎,他呢,就瞒着杨帅,就说了,杨帅,你这些朋友都是世界冠军呀,你问问他们需要买房吗,哎,如果需要的话,我可以给他们搞更低的价格呀, 杨帅呢,觉得这也是好主意呀,这么好的自愿,就介绍给了这乒乓球里边这一众的人了,啊,包括,那几个世界冠军,还有什么教练呀,队友啊,那,这些人呢,一听,这是好机会呢,能便宜这么多,就纷纷的拿出来的钱,让张笑去帮着他们买房,那张笑啊,收到这些钱之后呢,高兴坏了,啊,二话没说,先给男朋友买的保时捷了,这,杨帅高兴啊,但是,他不知道,这买保时捷的钱,就是这些队友, 有交给他的首付啊,啊,那不啊,反正买了车了,两个人,天天开着跑车,在北京的高党场左市,各种消费,那是潇洒至极呀,啊,但是,只是包不住火的,你把人钱收了,你得给人办事吧,这没过两个月呢,大家伙呢,开始催了,说到底怎么回事啊,这房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啊,啊,此时呢,这张笑的姨父也着急了,就问张笑,到底房怎么样了呀,张笑一看,瞒不住了,没办法了,他呢,就做了几个假工账, 又弄了几份假的合同,然后把这假合同呢,给的这些人,那这些人不是傻的,一看这合同就是假的,哎,随即呢,就赶紧报得紧,警方一查呢,案子非常清晰明亮啊,张笑这就属于是诈骗吧,最后张笑一共诈骗了320万,啊,补交的40万,剩下的钱呢,全都给花了,哎,买了保时捷,各种高档消费,啊,此时呢,谋都没剩,杨帅呢,也知道了,哦,原来, 哎,那张笑不是什么开发商家的附加钱金呢,啊,就是个诈骗犯呢,人家呢,赶紧把这个保时捷呢,主动上交的,他也说了,我是被他骗的呀,我,我当时只是说我想买,我又没逼着他裹买,我只是一个愿望,没想到他帮我实现了, 而这张笑和杨帅从任时到案发总共谈了98天的恋爱,98天出了这么大的事,被人在开庭之前,张笑的家人是东拼西凑的把这个钱给补上了,而且呢,张笑的姨父也说了,这钱我不要的,我只救张笑不用负刑事责任,但是你作为姨父你一分钱不要,那是你的自由,啊,关键人家其他的人呢,人家其他人不同意,哎,最后呢,张笑因为诈骗罪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整整十年,19岁,06年,骗了320万,那你说张笑的这个骗技拙劣吗,啊,在我看里,这就有点像小孩过家家了,但是呢,每一个受骗的人都是想账便宜,啊,这个案子呢,也提醒大家了,其实我们身边呢,经常有一些人呢,接少什么资源呀,什么机会,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大漏,啊,但是,很多充满诱惑的东西,那背后藏着的都是一个深圳的陷阱,好了,朋友们,使命导致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 劳妨给我点赞关注强烈推荐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